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现在的老友已经不是玩深圳了 是乘高铁去到长沙 武汉那些 是的 武汉那一流 武汉那一流 是的 真的很方便 原来那些高铁这么快 这么方便 虽然时间上是OK的 但是真的会不会太辛苦 老实说 我们其实很多朋友现在不知道是不是 我想也是 甚至乎是住深圳的 住福田那些 你便宜一点 很现实 但是其实我来说 我觉得累的 我不知道你们了 肯定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理解的 即使你是搭冬铁 虚路 上水 其实搭多一个站 有位置错的话都没有动 走一条桥而已 就长一点 但是也不是很长的 都肯定是累一些的 你不要说你回家凸骨那些 就当你是做事吃碗饭吃碗面 你都会累一些 我觉得是这样的 好了 那今天呢 我忘记了是星期四 其实我仍然很累的 我以为我能够克服到这个jet lag 因为我是星期二早上回到香港 我那天特意不睡 不停牙着就很累了 不停牙着 照着回来做事 在写字楼 那做到晚上 即食夜晚一睡 就算是OK了 那昨天早上九点多起床 九点钟起床 原来都是不行的 昨天晚上我睡不到 反而 我正常应该是跟到这个时间的 都是睡不到 因为可能是等于那边一几个星期 那天早上 那天早上 搞到四月五点 但我又不看球 我又免得看球员太精 太精灵 但我看看我记录这个二比零 估不到呢 就是阿德兰大三比零技术性 就是准备到这个利华古信 不败 当然啦 你问我 如果你说 你问沙比亚朗索 我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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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众的利华古信成员 当然不败是很漂亮的 但我想如果你给他们选择 他们宁愿早点败了 在联赛里面 这场赢球 拿到杯子是比较重要的 这么败就史上他没试过 史上是这样的 喂 你不要说什么啦 被人说 你要想想 整个世纪都想想 你要想想 虽然这个是得甲 你问我 阿仙奴那时候 是更加难的 但得甲二吗 你不是拜人 你是利华古信 老实说 你现在可能打起了一些球员 你跟我说利华古信有什么球信 有什么大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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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大马克里沙河 我们前队长阿仙奴那一个 31岁 你说是被人说 说到什么都好 但你说 如果我觉得我是 我会宁愿要到冠军 起码叫三菲 但这个星期还有 德国杯 这个星期有几场球 首先是万事打比 曼联会不会碰到球 波就永远未踢过 不知道 排面就没有了 老实说 只差两个 反抗 最后一场 传 未官宣 不要啊 留刺 公知天奴会不会去 我不知道 车仔 我有点兴趣 车仔想找谁 一句说拜仁找到金奔薇 是的 簽日了 官宣了吗 应该是 簽日了 喂 喂 金奔薇降班 官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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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萎降班命队 竟然他簽了拜仁 当年拜仁 他们可能觉得 他金奔薇带得不错 即是 入口 몸两边 都拿过英冠 是的 很劲啊 百多分 喂 你现在叫 不准派人用这番人脚 你叫戈迪奥拉 都可能要降班 你不知道 明年都不知道 那我们看看是怎样 就是 我们是关心哈利贵尼 究竟他能不能夠在拜仁拿回冠軍呢 那是不難的 給幾年 他現在已經一歲了 還要給多幾年 他就能夠配合德國的拜仁 他已經入球如草界 入球如十草界 他問他兩個之前都是BNO不給出境 他問為什麼他們做到 我上次飛機BNO出不給你出 即是他們沒有特區護照 那你沒有特區護照當然出不了 我怎麼回答你呢 老實說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因為在過去 哪一都是我們承認是旅遊證件的時候 基本上你特區護照都不用 其實我之前沒有特區護照 我第一本特區護照就是 我想1997年 即是剛剛回歸的時候 我沒有續到 去到07年我沒有續到 是直至他 說BNO不能夠成為旅遊證件 那你控制的特區護照 為什麼呢 你訂機票的時候 其實他都要你 即是特區護照的資料 但是呢 其實現在的過程 就是我開關之後我飛了三四次 我終於記得了 那我們的機票的時候呢 那通常我們是self check in的 那很多時候呢 那很多時候呢 你其實都不用特別拿一本特區護照出來的 好了 那跟著 那你可能你 譬如你去 你去 用一個圖書的時候 即是寄行李的時候呢 那如果你自己self check in 即是自己去寄呢 那你去這裡 你烫一烫一本特區護照的 那你不用給別人看的 我自卑感沒那麼大 那跟著呢 入境的時候呢 出境的時候呢 他屌你身體也不用 就是臉色交給別人 嗯 我那時候特地這樣 他都認得到的 這麼厲害 是啊 即是我喜歡 即是你這些樣子 他都認得到的 那個 他在身上弄我 那些secure會不會屌我呢 他又沒有人理我 可能他會說我白癡 我走進去 他又認得到我 那你一直都不用的 嗯 直至你真正要拍出去 我沒有拍 身份證我都不記得了 好像有涉身份證 但是這個特區護照的用途呢 其實就不是 因為我們出境 理論上呢 香港特區政府是要求你身份證出境的 嗯 但是為什麼你要有特區護照呢 因為海空公司去背洗香港 嗯 因為它不能夠成為旅遊證件 那你用其他護照也可以的 它要確保你要有證件進去到其他地方 要不然就要餘機回來 我就是大量 我被警官罰的 於是乎呢 你要有特區護照 它知道你能夠進去 但是入境的時候 最高到真的入境 譬如英國去河蘭 我用BNO入境 嗯 就變成我特區護照是沒有印過的 就是你這次 但是你出境都沒有 出境一定要用特區護照的 就是這次都要搜索的 一定要 好了 到了我回來了 我說不見了特區護照和身份證的 嗯 我BNO都回不了來的 嗯 這次我不是拿了一張身份證明書的 在領事館 是 我特地不拿出來住的 在英國 check in 嗯 就拿了一個BNO 那個鬼婆呢 都說 對於香港ID卡 我試過在馬拉 就沒有看我香港ID卡 因為可能還沒那麼熟 但是你經過那些時日呢 尤其是回到Cafray 她都問你有沒有香港ID卡 OK 那你也會說我香港ID卡 那我多害怕 因為我知道 如果我拿了那張 陳情書 即是那張東西 我怕它不熟 嗯 怎知道一看 會已經直接 在那邊做事了 做到的 可能歐洲地方 他們看到很多 所以你們更不喜歡也好 如果你長寿地 是香港 你要去旅行 你一定要拿特區護照 沒有辦法的 你更不喜歡也好 阿正為何不用 因為她那本不是BNO 她是BC British Citizen 那就是不用拿 都沒有辦法的 所以我順便說一下 給大家 如果還沒拿回BNO護照 我再強調一次 你準備移居英國5加1 那些 就不是拿BNO護照 是拿BNO visa的細節 我不在那裡說 但是如果還沒拿回BNO護照 其實我覺得 雖然你要拿特區護照兩邊用 你都拿好 BNO護照 穩陣一點 OK 不懂得拿 我找我們 收費 OK 好啦 其實 我今天也會說一點點 為什麼呢 如果我很記得 哪個 Wikker 今天會上來做節目 我就不用 我跑料 當然啦 其實你說新聞多不多呢 在這一段日子 每一天都很多的 我反而突然感受到 在不經意地 就真的是 紫微星人 師傅說那句 說三月後 三四月後 香港會發生一些 史上從來未發生過的事情 又說三月的 他不是說三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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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開埠以來 發生過一些 未曾出現過的 不停地震 大規模的山崩 間諜 也像是 真的未發生過 而且 其實都越來越嚴重 本來不嚴重 曾超科 但是又死了 突然死了 死了 好神秘 還是他還沒死 照明身份生活 你最奇怪的就是 今天一會我會講的 他那個律師 麥芙仔的律師 就淡化說 他其實不是想自殺的 因為他有些病一會才說 但如果不是自殺 那又怎樣 不是自殺 就是他殺 我真的覺得很奇妙 不過我們都是本住 說死之外 我們開始看新聞 他當日過課的時候出來 又需要不需要這樣 他這樣走 這件事很奇怪 老實說 如果他願意 假如他願意 就是我們看表面的東西 配合少許 他在這麼多人被三個地國裏 很細心 錢又拿得這麼少 是吧 我們剛才說 今天說第一宗新聞 其實不是什麼大新聞 但是我真的覺得 你們所有的各位網友 先不要說我們現在報道 這些人包括他們在說什麼 這個麥爾裔 或者那些沈雲龍蠟 他們之前是名不經傳的 不過突然間變成了新聞 因為他們說杜敗王子會解釋香港 我們看看這兩人的背景 在我心目中這是什麼呢 叫社會混混 在江湖上混混 就是郭思琪馬上有其法 但是呢 都是比較老套的那種手法 特別是這個麥爾裔 你看到他 我經常都說 我真的不想這麼說 我有些朋友都是會的 其實參加過那些什麼 大貓會 那些大貓會 那些都很慘多了 老實說 不要說我話了 正正常常 喂 你又不記得我參加 咦 那是不是真的說Victor 我又不是這麼說 總會有分別的 總會有 即是不同的人 我們認識他的 或者他們介紹了很多 其他商會的朋友給我認識 都不是那類人 但是當然是很多人心意一點 喂 如果我是那個麥爾裔 或者沈運龍 你看到沈運龍 之前 說一句給別人 說一句 你現在都不要說呆單 就是靜觀其變 看定的環境 就不要衝個頭出來 剛剛我們昨天說完 他出來說一些沒意思的說話 就是說喂 暴敗王子 會如期五月底來 不過日期就未知 可能六月底 其實真的有說 沒有說 那這個就不是如期了 按原定計劃 如果你會延遲就不是原定計劃 還有 飛機延遲 當然我們不知道 究竟是他主動發佈 還是有記者去寄 你知道記者 哎 麥小姐 怎麼樣 還未出現了 黃子 於是他這樣回答 但都回答得不厲害了 OK 好了 如果你說你真是未掌握到的 那你就直接 其實 杜拔王子 所以我聽不見 他會有什麼 的計劃變改 我們會更盡 因為我第一時間就會通知 哎 是不是真的沒有了道啊 黃子辦公室那邊 又沒有通知 我就說他不來 或者讓他轉一部消息 你之類也好 那他很可能 那些聖木裏 那是如期來 所以於是說 按原定計劃 不過日期未定 不過他很怕 如果有幾天就通知 所以就說到六月底 可能都會延期 最後就是六月底 但是到六月底 老實講 我們自己小時候 譬如欠交功課 都試過這些東西 那你說可見 它是幾乎低劣呢 其實這個麥爾裏 老實講 有些年紀 我想三幾四十歲 OK 我們不會有什麼成見 我又不認識他 其實他不差 他正正中找個老闆 他是不是好過沈何太 那好很多 和沈何馬比 老實講 你也不熱那個 我真的不熱 那麥爾裏你熱不熱 熱 麥爾裏應該這樣說 你不想熱 但是會熱 意思是 哎 你老母 真是好手都是肉 難道是豬肉嗎 就是這樣 都鬼鬼的感覺 鬼鬼的 好了 誰知道他昨天 這頭講完 杜拜王子亞里的家族辦公室 但是杜拜王子在杜拜的禮賓事務主管 就跟南華早報說 因為你接受南華早報的 那麥爾裏說 沒有 我只能夠這麼好遺憾地說 麥爾裏是沒有任何代表權 他不能夠代表王子發言 為什麽不早說 為什麽不早說 之前一向他發言人 為什麽 老實講 我真的要這樣說 被人解僱了嗎 因為他真的有個家族 香港家族辦公室的行政總裁 行政總裁也發言人 當然是問他 現在 他就說 這個是 杜拜王子 禮賓部 和安全事務主管 卡倫齊就說 他沒有任何發言權 沒有權代表王子發言 那 南華早報說 他沒有詳細解釋 沒有詳細解釋 就是因為 為什麽 他有行政總裁 如果你這樣能推斷 應該就是有人覺得 如果這個王子真是王子 我們就當他是王子 喂 你想這件事是什麽了 為什麽搞成這樣 這樣 這麽吵架 如果以此斷言的話 他連他家族辦公室 都這麽鄙視 對於香港的一面 這麽樂面 他不能代表王子發言 他沒有發言權 那麽大家 去到這一刻都可以猜 王子是否如期香港 會不會離開演唱會 不如來趁哥哥算 那些另外 那些就不用 那些找阿姚永 不是阿姚永 阿姚永叔不在 那些找阿林健岳 是 不肯找阿姆以瑞 阿姚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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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этой不太高 那麽高 我真的不知 可以很多人 你都有asia 我也有asia 但原來三份一樣 還三份一個 那麽多人去遵遇了 baby 就算 那麽很多人來找吃 那你就明白 싼帳 你原來現在的一百零幾個限額呢 你真的 之前那些要離離了 或者不想離了 他都陸續就離了 一定 至於你說 為什麼這麼多人在這裡賺錢呢 就更加明顯了 那就有生日關 他22歲的 等幾年 終於過來屯睡 都25、6 過來發覺老公好了 一腳踩開去 或者不踩開去都好 另外 去荔枝閣就好 去黃大仙就好賺錢 那些有證嗎 我猜這段時間會多了 因為大陸這幾年經濟差 絕對一定 經濟差時也會多了 為什麼呢 第一 之前疫情 第二 如果他找到食物 敏森哥居住大屋 他真的未必有動機 一定要下來 但是現在 絕對是 112人 在2023年 其實都給不到150人 但不要只在這裡數 還有那些 清夏那些 專財 高財通 雖然 老實說 我是Biner 今天我看到網上很好笑 有個謎語 你有沒有看 蕭若元 陶傑 沈旭輝等 還有 花生台 還有 還有 不知道是誰呢 猜香港190前線機構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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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成大出道成 馬上五六萬 幾十倍升 我也想過 我也認識一些人 很熟悉的 但我真的沒什麼意思吃這些花生 老實說 這個是乾弟 不用說的 你說有什麼具體 第一 沒有得罪我 至於你說 黃人是不是分裂 黃人不什麼團結 這些是多鞠魚的 是要做一個議員 如果你看到所謂理念相近的 所謂和路人去殺人放火 你強姦也不肯出聲 老實說 我已經做不到 真的 像恩海所說的 事其是非非非黑白白白 我已經做不到 我自己餓了 你已經是對著那些鄉縣 對著自己的友 一定是說少幾句了 但是 你也有個抱的 平時我們都不買這些是非 現在都沒有需要 但是至於你說這件事 是不是一定要踩死去 還不關事 不過 我跟阿正有沒有加入他這件事 具體內情不是跟你們一樣 知道那麼多 我們有沒有說的 除了我知道多給你們 要去哪些人 要去哪些人 這樣就容易到極了 老實說 我經常看過 看得到那麼多錢 丟掉了 想想去哪些人 娶了老婆 那麼多人 這樣都不行 是呀 她老婆是欺負人的 那個樣子 雖然沒有做得我 但是我都覺得她是虧人 一看清楚都是虧人 老實說 有時候我都覺得這樣,不一定的,大家都一定有八九的, 但是,每個人都吵架你的時候又有些問題, 但是又這樣說,是不是不說他,就要被你們吵架回頭呢? 如果你們是那些人,你們也有問題的, 老實說,言論自由也包括不言論的自由,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這麼情緒化, 雖然,講到情緒化,我覺得好像我這樣, 我真的覺得,我經常講了一輩子, 我覺得沒有人可以像我這樣想到, 像我講在倫敦第二天,一定吵架的, 我都沒有了我一天,我忍耐, 本來我也想吵架,但是我們女英三十幾個女朋友, 那你也沒辦法,因為他在那邊可能不知道他會變文化, 人家你一輛車,他也不想, 我知道他不想,但是我又怎樣呢? 我當然可以要求他賠償, 另外, 另外, 有個區議員李超宇, 我們跟進了城寨的景點, 他就說, 電影這麼大賣, 是否可以在城寨, 即是城公園, 重新做一個城寨給人打卡呢? 甚至乎, 可以設立一些工作坊, 叫人擠魚蛋, 魚蛋丸, 還有做竹星麵, 我真的吃那些, 即是擠魚蛋丸, 不是, 我只是趁以前城寨, 其實城寨以前有很多食物工, 其實不止魚蛋, 牛丸, 小米, 不止, 其實他便宜租了, 除了在公園城寨之外, 其實九龍城, 黃大仙的食物店, 在那裏拿貨, 又接近, 他便宜租了, 又有競爭性, 甚至乎, 把牙醫一扮都不想, 但很難想, 我們現在在香港找個毛牌的牙醫, 那時候老母, 城棚牙換了, 都是在城寨, 因為其實, 他當年都良有不齊, 但有人介紹, 其實很多大陸真的是牙醫來的, 在大陸你不承認的, 如果在我們那個年代, 那時候香港大學有牙醫, 還沒有牙醫, 很多牙醫其實是台灣, 菲律賓, 很奇怪的, 菲律賓都有的, 現在很多牙醫, 老牙醫還是菲律賓, 那些政府是承認的, 但是, 譬如大陸那些, 他不承認的, 你下來就在那裡, 很多的, 我老母, 40歲, 牙周病, 成牌牙, 換了假牙的, 我記得, 是否在城鎮, 後來那個牙醫, 後來不知考到那些事怎樣呢, 即是我朋友, 就去到大閣署, 但是都退休了, 即是當他考到那些事, 那些車人都退休了, 或者特赦, 還是怎樣, 偏力給他, 執照的時候, 已經是什麼, 我自己的記憶之中, 其實, 因為我們年輕人, 十一、二歲, 開始到街上走, 他其實除了食物工場, 即是你剛才說什麼, 叉燒化設施原產, 我真的經常看到很多車仔蕩, 在那一宅裡面, 準備的, 洗碗, 切菜, 煮東西, 然後他就推出城寨, 去出便賣的, 說來說去, 這個世界就這樣, 便宜租, 好了, 當然, 田啟文, 田啟文講過, 昨天我也講過, 他們說 意念是好 但也考慮了很多 例如在債城公園會不會下雨打風 熱度退了之後又怎樣呢 如果是否有一個永久的場地 這些全部都不是業界能夠做到的 一定是政府幫忙 你問我 如果說街景的話 全世界都能保育到的 念什麼都有人拍過 但是廠景 類似乎搭景 我覺得從現在開始 你想一個地方 香港有些地方 不要說沒有 類似超大型的片場 把東西放進去 我覺得吸引人過環球片場 你對我來說 是啊 真的 你想到裡面不單是推廣他的片 而是推廣以前的城市 你想一下 各位 譬如 英雄本色 李智雄在新靈大廈走出來 新靈大廈就沒有了 那些我們沒有了 很難重建的 但我們可以用5D技術 如果你是個場館的話 但是有些 譬如說 以前 精武門 李小龍 在那個寧堂 或者是日本人 那些 你可以重掃的 現在是電腦技術 剛剛成了這些 其實解決了 真的有吸引力的 我覺得 而且 你甚至乎 亦都解決了 田雞提出那個 因為我們做警 和你參觀是兩件事 做警 其實大家都知道 沒辦法撞到那裏 但是你用來參觀 可能一挨 你不知道 拍照 但是 學前幾乎 這些都不是他們業界可以做到的 都一定是政府去做的 你說到這麼多 這麼多盛事 喂 你問我 我真的覺得你不如集中精力 想一下這件事 東方河 你活過的名字 不是樓 而且 如果那些警 能夠整實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可以再用呢 甚至乎 甚至乎 現在只有兩人政府要搞城市 就是九龍局城寨 第二個就是阿里王子 加利隆基 演唱 哇 這樣就行啊 喂 你倆真的行啊 阿里王子 加利隆基 可以是男女聲都唱到的 加上利隆基 加上千語BB 最主持 真的完全行啊 好了 另外 關於明年 開幕的啟德體育院 很多議員都關心 譬如說 你的配套 食物店 行不行啊 又說 你明年 七人籃球賽 又會移私去會 那真的不行 都是金七招牌來的 好了 處理文化體育和旅遊局局長 那些劉鎮呢 其實就一問 他不是三不知 都是這樣回答的 正在跟進 交通 正在安排 正在留意 至於食物呢 我們有不斷回應 我們有七十幾檔零食 那些小食檔 有九間餐廳 和在九龍城 土瓜環有很多不同的食肆 相信足夠應負責 不回答你 即是議員民 如果到時有七百萬人 到時有六七萬人來看 那我想 首先你七十幾檔食物 那個層次是怎樣 一檔是兩個營飯煲 那樣搞不定的 放兩個燒賣 老實說 各位老友 可能到時就 我不知道 我覺得如果大家現在移民 沒有什麼手藝 真的是不重要的 你只要做個醬料 買牛柏葉 魚蛋 燒賣 我覺得你找到兩菜 那樣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找不到 好了 那些我不說 我希望吸收了那麼多的經驗之後 以香港人官員的能力 不要將它政治化 不要搞那麼多事 照計開檔這些東西 就真的沒有什麼難度 你問我就覺得 照計 現在我們當然不會看它壞 都看它好 那邊不看它 總會有的 我們先不要懷孕 但是 我昨天一看的報紙 有一個議員叫做周銘說 他說他倡議 喂 投炮 開幕要是威威是小 他說有很多 他說 有很多街坊跟他反映 不如 找回四大天王出山 打響個投炮來 好了 那這個劉振 處理文化體育和旅遊保局長 就說 你的提議我都考慮之中 四大天王 是不是同場 當然是同場 四大天王上一次同場 是2007年 就是回歸10年 只是唱一首半首 做了整個演奏 都是同場 不是 我有幾種感覺 第一 我心想 中四大天王 我第一個反應 中四大天王 不是 很多提款機和阿里王似樂都說 但是你又這樣想 最紅的兩個 你那些叫做怪論 海外客 但是這樣想 我剛剛想吵這個周銘說 我想 如果你不找四大天王 這就最厲害了 那你找誰 那你一定會有人說 當然要找MIRROR 當然要找COLA 不是COLA 喂 但是你想 真問心我一句 如果對 那個城市感 和海外吸引力都包含 那四大天王就真的強一點 你問我 那可以兩樣都搞的 這個就最簡單 大家計算老中青 另外 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想 如果還找四大天王 就真的很悲哀 但是現在不能找四大天王 過了十年 未必 是啊 老實說 這些城市 這些所謂的投票 其實老中青 你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 我不介意 你問一下 許冠傑 譚詠麟 正代代友 王傑 王傑 是 四大天王 你昨晚 然後MIRROR 沒有所謂的 甚至乎 全部來大會演 可以像那些音樂鬧 《今日就四大天王》 《今日就四大天王》 不是啊 理論上搞這些 尤其是這個場館 是兼有這個 他兼有這個作用 這個場館 是做演唱會 根本就是這樣 像以前 《六四》 《中華》 就是這樣 我認同 你這個城市 老實說 雖然我們未必去看 搞幾天 好像胡士托 探友 拿給他走 做人類 看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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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聖傑 找到關聖傑 即去 即去 找到他才行 休息一會